JJ想問 阿里巴巴是否吸引 可否上網90元呢 如果短炒的話 我覺得阿里巴巴不是特別吸引 你剛才炒其他科技股 可能炒美團 甚至我覺得大隻ATM 但我會覺得騰訊美團 阿里巴巴這樣選 但如果我們剛才說 即使做中長線吸納 阿里巴巴有沒有機會望90元 不會悲觀到連90元都沒有機會望到 所以你現在85元 假設這些位置最好似買大小 但當然我們經常說 股票升跌的機會不是50 50元 如果短線看 我覺得上個機會90元不是很過分的 都是10天 20天的位置 但短期來說 能不能夠升出50天才抗疫見底 這就是監管因素 中概股退市風險的東西 所以我們覺得短線 你去駁這些位置可以少住地試一下 但其實我覺得 買美團的分別不太大 當然有些人會說 美團低位跌了很多 所以如果你用這些看法去看 那就很難搞的 但如果你看走勢上面 美團是硬正的 短差應該有點強勢的 但如果你說分住長線的話 因為我們不知道中概股的風險幾時 即是那些風險幾時可以消除 但當消除那一下去追 就是最穩固的 到時候不用望90元 有消息出來可能100元都有機會碰到 但問題就是要問自己有沒有這樣的反應 過去兩個月左右試過兩次 不止兩次印象 你不止三次突然夾上去 這些消息一出來的時候 去追是OK的 但問題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 所以這些位置你去收集的時候等 但你說短線的過程可能會回到80元 甚至可能穿一穿80元試回之前的低位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所以你說一注過就無謂 但是你說方向上我覺得這些位置是開始炒底的 但是就不容易 很多人會想就是整個熊市客面 接著就是牛市 但不代表就是你這些位置買 之後就很舒服 所以如果你阿里巴巴這些位置 我們主張是分住買 那如果你說要短炒的 可能炒騰訊是我覺得最舒服的 這些位置350多元OK的 你就賣400元 但不會很快的 你要快很快到一些讓你覺得有夠空間食股的 一定是美團這些 你駁去衝到180元左右那些位 但是就是難買 所以科技股我不是很主張短炒 但是你問問題回到 阿里巴巴有沒有機會見90元 有的甚至90元這些 就算去到那又怎樣 就是你有貨的你就是拿著 我不會主張 我不會給個建議 就是85元買90元做目標價 然後因為整件事就直播得不高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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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